《金融局》 新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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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解除20年來 基隆局的開發的管制 今天 我特別到基隆 來宣布定案的好消息 经费从80亿提高到425亿 但是中央不担7乘7 我去说服了交通部 然后跟交通部去提到 如果基隆捷运可以整合民生系统线的东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效益 跟它的一个酝酿 跟它的一个功能 再把它进一步提升 由中央来主办海港捷运 作为首都圈国际重要的一条连接的通道 重不重要 当然就重要 透过基隆捷运的一个建设 其实整个大台北都会东侧的产业朗旦 将会进一步往基隆来做移动 这个时候我们基隆得到的是什么 就不是一条捷运而已 也不只是交通而已 更重要的其实是产业跟就业 最后就是基隆的税收 所谓的TOD发展的一个策略 我跟蔡委员一提 他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在立法院或者是在行政院的会议上面 委员就能够帮基隆多讲一些话 不论是求职者或者投资者都对这个新的产域有信心 这样的都市变更案才会成功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TOD交通目标导向基隆 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基隆捷运案子最了不起的地方 室内运动的这个场所 社区的活动的中心 甚至包括托婴的场所 年轻人青创的空间 旁边还可以规划社区生活的商业服务空间 然后社会助载 基隆捷运可以进一步解决内湖的塞车的问题 内科南港戏子跟基隆这一带的土地 是原来的仓储区有机会 透过基隆捷运变更成 所谓的工商科技郎贷产业区的过程当中 会让科技园区的业者公司 好好透过这个产业郎贷 把它重新移到这个地区 那这个也是我跟市长谈到的 东台北共同生活圈 基隆捷运就不只是基隆捷运而已 串通到内科还可以接上这个北环 还可以接上这个文湖县 所以它变成一举束的 让我们基隆人台北人系指的梦想 基隆捷运以及系东捷运的整个 整合交易路线能够顺利完成 不是靠着嘴巴去争取经费的 是靠着拿着一本一本的规划跟计划书 去跟中央很清楚讲 说我们要整体这样子来做 整体规划然后重点突破 然后依照骑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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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排定然后去完成它 再次的这些电子 继续 结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